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Shan 航运股翻船了吗 面板双虎现在蓄势待发 未来的走势会如何呢 我们将镜头展交给季老师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我们已经来到礼拜五 要准备迎接我们的周末 那其实今天收牌以后 我们看到大盘金的走势并不太好 尤其是我们在过去四天里面 帮大家追踪的货归航运 今天我们看到了阳明跟万海 都急杀跌停 另外呢 其实今天的重点 是要来帮大家带一下 我们过去一个月呢 已经没有追踪的面板股 那我认为呢 其实面板股在昨天 友达已经开出来季报以后 接下来呢 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 股价会有所表现 所以今天的主题呢 其实都相当的重要 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首先在今天早上开盘之前 我就在我的Telegram群柱里面 告诉大家什么呢 其实昨天的美股是收红的 台股的夜盘也是收红的 但是我认为观点在这个地方呢 整个指数会在一个区间 做一个震荡 那呢另外也提醒了大家说 今天晚上呢 美国会公布一份 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 就是PCE物价指数 那呢为什么这份数据很重要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也在帮大家追踪 关于联组会的观点 那联组会说呢 现在的通膨是暂时的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件事情 我们就要透过经济数据来验证 所以今天晚上公布的 这个PCE物价指数 就非常重要 会影响美股的走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加权指数 长什么样呢 今天加权指数 其实呢 早盘的时候是一个震荡 它也没有很高的往上拉 也没有急速的下刹 它就是在做一个震荡 但是过了12点半 到了1点的那个时候呢 忽然开始急速的往下刹 为什么 就是因为呢 货柜航运呢 开始往下刹 所以说整个大盘指数被拖累 那其实呢 在7月28号的财经集中上面 我就告诉了大家说什么 航运股有望反弹 那7月29号呢 其实也就是昨天 我们看到什么 航运股呢 真的就是反弹 而且还锁到涨停上面去 但是呢 我在节目上面也告诉大家说 这样子的反弹呢 其实大家是要站在卖方的角度 那在操作上面呢 你比较适合的做法 是适当的去做减码 你可能没有办法卖在最高点 但是你随着反弹上去 如果你的张数比较多的话 你慢慢的去做分批出场 你也可以卖在一个平均 比较高的价位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万海啊 股价其实在早盘的时候 一度开高 然后碰到了月线以后就下来 但是呢 其实它好像似乎 有点撑住的感觉 一直到了1点以后 忽然出量开始下刹 一路刹到别停 那杨明进了处置以后 他其实开始分盘交易 那他的走势呢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好 他在最后倒数两盘的时候 直接锁到跌停 那其实盘中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投资朋友看到啊 哇这样子已经杀到翻率 然后又再翻红 在这个地方想要去做追价 但你如果真的有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就是建议大家 站在卖方的角度 那这样的观点其实没有改变 虽然说航运股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认为呢 他不会就这样子直接往下 他在后面还是有机会出现反弹的 只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加快脚步去调整部位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重点 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面板股 面板呢 其实在6月25号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月以前 我在我的LINE贴文串里面 公开写了一份关键价位的报告 那除了面板以外 其实还有一些航运 一些钢铁 那这些关键价位 我全部都公开在群组里面 那当时呢 我给出来的3481的全创的 关键价位是22.75 那2409的友达呢 我给出来的关键价位是24.6 那其实所谓的关键价位 是我们用统计的方法去算出来一个多空量能的判断点 一般来讲 我们认为股价只要站上关键价位 那它代表股价的动能 是有利于多方继续上攻的 但如果股价在关键价位的下面 或是跌穿的关键价位 那股价容易更加弱势 这样用统计学的方法 让我们在操作上面有所依据 我们来实际看一下 6月25号就是我发这份报告的时候 其实友达很接近那个关键价位 那我说你今天股价要持续上攻 你一定要站上去 但我们看到后来股价走是怎样 从来没有站上去过 它就这样子一路的往下整理 往下整理往下整理 一直到今天它都没有站上去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一个股价 比较弱势的角度 但情况可能要不一样了 再来群创 6月25号其实离关键价位有一段距离 但是其实它就是因为没有站上去 在中间股价意图一度要攻高 要往上冲的时候 但是当天又拉回来 结果就一路往下走 其实在这个地方 整理的时间已经算是相当的长了 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其实关键价位会改变 所以我在未来会帮大家算一个新的关键价位 也会公布在我们群组里面 来让大家做一个操作上面的参考 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报价 因为面板股其实我们很重要 要去看面板的报价 那首先电视面板的报价 其实到第三季尾的时候就要见顶了 这样子的观点 其实在一个月前我就跟大家分享过 另外是荧幕就是LCD的monitor 那它的报价其实也是在第三季见顶 虽然它价格往下掉的速度没有像电视面板这么快 但它其实也是有见顶的状况出现 另外笔电的面板它其实的价格是持稳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需求比较强劲 所以说它的价格有所支撑 那我们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关于面板股 我在这个地方的产业观点 所以面板股其实对于报价这件事情 还是高度敏感的 目前报价有下行压力 所以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但这个其实已经反应过了 另外就是供需目前已经达到了平衡 所以说我们看到价格会在第三季的时候走稳 另外其实就是电视的面板价格会首先往下掉 因为它的需求是掉的最快的 另外大家要注意到的就是桌上型的荧幕 还有我们的笔电面板 它的价格强势其实是可以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那再来我们要看到就是产业的未来展望 但未来展望我认为笔电的需求 其实可以维持着稳定的原因就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居家办公就from home因为疫情的冲击 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在整个解封以后 它并不会完全消失 办公的模式会改变 那抵消了教育用的笔电需求减少 因为大家关在家里面 那可能学生开始解封以后就回去学校上课 那对于这样子远端教学的需求就降低 这两个彼此之间抵消以后 笔电的需求是会稳定的 那再来其实在过去一年的时间 整个面板的报价在上扬的趋势 有潜在逆转的可能会影响利润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去注意到哪些公司 它可以扩大8K mini LED OLED Micro LED 这些面板的这些先进制程 他们如果能够抢到这部分的市占率 其实是可以提高整体的盈利能力 所以说他们在这一波面板的报价下跌的过程里面 受到影响会比较小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帮大家持续做追踪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方面的财经知识 产业资讯 都欢迎加入我们群组 让我们在群组里面今天点明天讲题 谢谢季老师的分析 想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记得加入老师的Light App跟Telegram 财经其实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